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日前由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 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共同主办的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演习会在Arcadia市举行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林 美中和平友好协会会长陆强 美国著名华裔导演孙耀宁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男家学生朱星、郭思佩 中华民族文化会会长蒋丽莎等 桥界人士及民选官员戴守珍、林达坚、 廖清河等出席活动 美国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林表示 2019年必然是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 海外华侨华人要适应时和事的变化 增强难和优的意识 把握稳的要义、强化尽的措施 作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 崇尚创新、勇于创新 结合美中两国的友谊桥梁 广泛凝聚共识 作为社群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 崇尚团结、增进友谊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同心同德、共传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是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在美国呢 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 是对一个青年下一代的一个传承的精神 那我们传承什么精神呢 有八个字 我们有爱国、民主、进步、科学 那这八个字呢 对1919年五四运动呢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我们这传承的青年精神 五四精神 那在今天呢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通过我们可以学习到 我们的中国文化 文化走向政治、革命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也是美中建交四十周年 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 海外华人隆重集会 缅怀五四先驱 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 总结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 这对发扬五四精神 激励各族人民 特别是新时代青年 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美国著名华人导演孙耀宁表示 我们在这里隆重的聚会 就是为了传承爱国进步科学 向先进的国家 向先进的思想 去进行学习与拼搏 那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 主要是把五四的精神 和爱国主义的这种思想 传达给社会各界 让社会各界都起到有正能量的社群出现 我觉得这个一百年啊 正好见证了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从一百年以前青年说 为了这个爱国 要怎么讲 要改变中国 那到今天一百年以来 中国从贫穷到今天的富强到强大 现在的年轻人 我相信跟一百年以前的作用 更加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 他们也是中国的未来希望 所以希望他们在我们 怎么讲 为了祖国使得中国的更加的强大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会的民选官员及桥接代表 纷纷表示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 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 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 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 为新的革命力量 革命文化 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 创造了条件 使中国救民族主义革命 走向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在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洛杉矶报道